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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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正治 文性評議 myradio.hk 本土論壇 陳雲、梁錦祥 本土論壇第二節 這次也是因為台長放假關係 請了做工業的連偉君小姐 一起談關於香港工業的事情 第一節就說了香港現在還有什麼工業 以及如何生存 創新在哪裏 第二節我們會回來說香港工業復興 就是契機在哪裏 剛才我想大家都比較少 也不是比較少 沒有看過我們兩個一起做節目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整個說話是很有系統的 一路這樣去 忽然間我想起我們都算是工業時代的人 或者是在做工業的人 做工業的人 就是做事的人 還有現在訓練的那些 也不是新一代 現在訓練的人就是銷售的 賣東西的人 賣東西的人 賣東西的人和做工業的人 是不同的 做工業的人就會是 生涯失始 有體系 懂得到那裏 賣東西就不要緊 賣東西就是慢了8秒 那個是快了8秒 不要緊 我只要慢了8秒 銷售好像很好 總之就是你簽單 錄了卡就算了 那應該是賣東西的 我們現在社會就是 似乎在訓認著這種人 當然香港社會需要這些人 事好事壞都好 但是始終社會需要一班踏實的人 做一些產品 做一些創新的 服務也好 商業服務也好 都需要踏實創新 而不是說買了給別人的關人 甚麼事 過了開關 但香港不是大陸 故事我們都要回來 繼續踏實 講一下工業 或者是我們老一輩講的實業 如何復興 我想其實講工業復興 講一點我覺得是 看到有些契機 在香港 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 大陸現在的工資是非常貴的 其實現在講的 譬如你以香港的一個組裝工人 或者我們叫做Quality Control 做品質檢定的人 他的人工大約是大陸同一個職級的人工 是倍領 不過他們的效率 以我的經驗 多三至四倍都不止 為什麼呢 我想這班人 他們以前是在大廠製造的 真是很大的廠 譬如菲利普 講得名吧 講到 菲利普 就是描述 他們在這些地方做事 我想他們的訓練 令到他們是 他們的訓練是很有系統 他們甚至是非常清楚 知道每一個裝陷的程序 然後應該怎樣去做這個品質檢定 他們的在職訓練 令到他們對電子產品 甚至有基本的認識 這個是因為有歷史的關係 始終我們由六十年代開始 香港的工業起飛 但實際上如果按照歷史調查 應該就是二十年代左右 香港已經有很多工業 即是很簡單的手工業 或者是金屬 或者是飄染 但是去到六十年代 戰後我們其實是起飛得很厲害 還有我們接觸的是 戰後的技術創新 另外就是美國廠和日本廠 那些最先進的生產技術 或者歐洲廠 像剛才說的菲利浦那些 那些是世界性的大工廠 或者是大的生產商 那些工人是在那個狀態之下 培養出來的 所以那些工人 他們有一部分 但其實真的很少部分 其實是當年 真的要北上設廠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大公司 他們是調了那些人回大陸 他們調了他們回大陸 就是去訓練大陸的人 但始終那班人 都是少數 剩下的那些人做什麼呢 做辦公室助理 很多都是去做銷售 甚至做飲食業 其實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但是回到我們說 我看到那個契機就是 大陸工資貴 現在其實人工很貴 而且我們開始就發覺 有些幾多都挺不妥的東西 剛才老師也說到 就是知識產權 是越來越瘋狂的 即是他會無端端說的 就算是蘋果、Samsung 明明他是最代工生產的 要是本身拿了那個技術去註冊 要是隔壁的廠 看到這個技術就拿了註冊 然後原本的開發箱 反而被告回頭 即使不告回頭也好 你見到假冒 都不敢出聲 是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覺得那件事很重要 而你很想輕重 那個費用根本是絕對不可能 中小企可以做得到 實在太貴了 那個訴訟費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點 開始有很多人都不敢 例如將一些比較精密的東西 扔回大陸去 員工福利開支 員工福利就越來越重要 他們開始有很多 譬如社保 亦都是越來越貴 所以其實你通拉加起來 其實人工仍然比香港便宜 但如果你要計算質素 其實他未必是比香港便宜 他們是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國民福利 即是綜援那些 低收入家庭補貼那些 如果要遣散一個工人 公司不幸搞不定的時候 有一個破產欠伸基金 甚至是再危險些 再壞些 就是強積感到做對沖 都可以脫身 那個是令到生產成本 可以計算到 或者是收到一個範圍裡面 因為我們做廠也好 開公司也好 最重要就是成本會計 就是cost accountancy 如果那個人沒有把握 就是賺價 所以這件事 就迫使很多廠商 他們要想 究竟是否還繼續在大陸生產 這些情況 我們就發覺 譬如注數廠 我知道這兩三年 是有兩三間大型的注數廠 是回到香港 這其實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剛才也說過 我最好旁邊就是一間注數廠 我要做東西 我要試東西很容易 注數廠是否做塑膠模具 對 做模具 就是一樣 做模具 但另外就是當你做了模具 之後 你要擠膠下去 然後把它貼 那就是注數 以前在屯門見過 對 70年代一同年的時候 所以現在開始有這些廠 他們說回來香港做 這是很好的消息 但我們接觸一些廠商 我們才知道 其實香港仍然有這些注數廠 即是沒有走 而很特別的 這些注數廠是做什麼 他們原來是幫一些 真是跨國大企業 他們是做一些很 譬如它要撐得很埋的一些索膠 那些公司 你沒有想過會在香港生產 因為你會以為 它只是在歐洲生產 但其實不是 我們仍然有這些 因為歐洲的成本其實都貴 而且歐洲的工人 儘管他的技術比較高 或者可靠 但他有自己的工會 尤其是尊嚴也好 或者他自己和資本家之間 有鬥爭的技術也好 不可以指示他做事 沒錯 所以他們會在香港生產 另外就是 飛機上的餐盤 飛機的座椅的塑膠 都有部份是在香港生產的 這也是很特別的 你不會想到 原來我們還有這些 那些我真的想不到 飛機的餐盤 那些是很可靠的 可以上到高空折曲 或者一大搭 搭在一起 折散空間 那兩個是撩起了 糟糕 而且不僅是這些 譬如你椅背後面拍下來的那塊 都是在香港做的 那塊可摺碟的餐桌 還有就是 有少部份的歐洲車的塑膠零件 都是在香港做的 這些其實我會看到 有些是沒有斷層 然後慢慢開始有人回來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是一個很好的訊號 不過我們接觸的廠 他們全部都是在說同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跟他們聊生意 可能聊20分鐘 他跟你聊40分鐘 同一個問題 就是請不到人 他們請不到人的地步 是嚴重到怎樣 就是大家這些可以驗證 你試試上去勞工處 然後你去找一個 例如你去找一個塑膠廠 請人 你發覺那些案 今年1月登到家陣 都還在請同一個post 就是一直都是空缺的 沒有人幫人填補 這件事其實是很大劑的 不單是塑膠廠 另外就是金屬廠 我們現在說 譬如做螺絲 真的做一些小型的金屬 去造裝 其實很多都在請人 請不到 那些老闆就會說 為什麼現在這樣 第一沒有人肯入行 很難 他不肯進去做學師 或者學徒 或者那些叫junior worker 沒錯 但其實我想透露給大家聽 薪金是相當不錯 老闆那些肯請到2萬元一個月 你什麼經驗都沒有給你2萬元 總之要學 對 你肯學 但也沒有人去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是他們不肯扔很多錢 去改善這個工作環境 這件事其實是不需要很大的政策配合 其實只要老闆不是一心想著 我做完那一代我都退休了 我都是想著做完這10年而已 然後我走了 即是他想著他可以忍受 別人都可以忍受 沒錯 即是拾到我家 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個全城的想法 我們會繼續下去 各個情況會很不同 因為他要想 無論他傳給他的兒子 傳給他的徒弟 誰都好 他是要希望這件事可以繼續 即是你起碼撿得起你一些 或者覺得這一代的年青人 對工作所謂工作艱 有少少美學的要求 對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現在譬如說 就算有些工業回流 請不到人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解決的 不過這些解決就未必是他們想過的方法 因為我剛才聽過有個老闆說 哎呀我肯出到兩萬元人工 再貴一點我就算不到成本 即是他只會想錢 我多給你錢 但不是 其實可能你給他一萬五元人工 但你那五千元 你那個空間 我給你冷氣 或者是他的工作服 稍微裁剪得漂亮一點 懂得更新一點 他可以自拍給別人看 說我這件衣服挺漂亮的 對 其實這些東西可能是很柔軟的 但其實這些東西是 能否吸引到年青人 我覺得都頗重要的東西 這個我想是 第一個我覺得有信號 是回來了 但是我覺得香港人 就算你是創家 你要改變你的心思 你不可以再是以前那套 我以前熬得 現在你不能熬得 接著就說年輕人不能熬得 我覺得人人力吃 新一套的東西 始終我們的社會會進步 我們會改善 上一代無所謂 上一代 總之就很勤力幫老闆做事 環境比較差 但知道老闆省了這些 其實就會給我一些工資 給我高一些工資 新一代就未必是這樣想 新一代想著是 始終是富裕了 不需要太多的錢 總之你弄得我是舒服服 新光景靈 很有尊嚴 入廠和出來放工 然後家裏就有少少的供養 不需要像以前那些人熬得那麼辛苦 我覺得這件事如果能轉變 對香港工業復興很有幫助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了工業學校 這件事是我上次都說的 對香港工業學校 應該是90年代 開始沒有了 對 沒錯 當時就是九間工業學院 合併了做IVE 這樣就大陣 IVE 中文我忘記了什麼 我記得應該是 香港專業訓練 應該是香港專業訓練學院 對 我記得去過一次講中文寫作的 當然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滑契 你去一間工業學院 以前的工業學院講中文寫作 對 因為現在那個荒謬的地方 上次我也有講過 我真的去看看她現在開什麼科 原來IVE現在的Syllabus 包括應用科學、工商管理、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 設計、工程、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資訊科技及語文 所以老師就去講中文 講中文 他們原本打算做工業生產 至少工業生產周邊的產品設計、工業管理 但現在居然走了 大部份走去做 一般的專業服務設計 要不就是所謂Urban Servicing 即個人護理 那些其實不應該放在工業學院做 還有我想他們現在的定位 根本不再是工業學院 你想想她自己的名字叫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我完全想不到跟工業有什麼關係 專業教育應該是醫生、工程、建築士 或者起碼是機械力學 但機械力學也不算專業 我們也叫工程 你說機械力學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原來你考IVE 即是你去讀機械工程 你可以讀文科 都可以考進去 這是非常經典的 我公司聘請人的時候 我們曾經收到什麼CV 這個有點問題 是因為他們其實是計分 即是計你會考的分數 即是加一切 當然可以再培訓 或者再學習 但是以工業來說應該是難一點的 因為工業始終是說 一是說手工 二是說數理 沒錯 譬如你面對他 你發覺他連基本的Physics 都不太知道 然後他告訴你 是我讀中文 我也是讀藝術 那你呆著他 這樣就糟了 這個是難的 因為在廠裏工作 雖然是跟隨師傅教 或者機器怎麼做 但有些時候 危急的反應 是講基礎知識儲備 譬如你說導電的東西 哪些導電是強 哪些導電是弱 那你適合反過來就糟了 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沒有了工業學校 但是這一班人 其實你對他們的訓練 其實他們是做大學生的B隊 那些全部的科學 其實跟大學沒有分別 那我去哪裏找工業人才 這個我覺得才是大挑戰 因為輸入又不行 輸入勞工 你說大廠運出運入 用車運回深圳 但香港不是那些大型的工業城市 所以這個反而是我比較擔心 如果你說復興 我就會很擔心 如果我們沒有人才 這個段層怎麼辦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個新的政府 真的要重新去做工業學校 你起碼培養一班 因為我想其實是氣氛 當你有工業學校 有一班人會出來想著在工業賺食 那你的廠也知道 我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我請到人 我們香港不是做那些重工業 亦不是做石油化工 我們那個反應會很快 一個廠商想到一盤生意可以做 然後招工人來做 適應的時間不需要太長 工業學院給一些基礎訓練 其實這件事只要有 其實你的on-job訓練 其實是最重要的 因為始終香港不是做那些 傳統工業國家 例如汽車 我們是做一些小型的配件 或者反應得快的東西 或者品質是可靠的 但就不是整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 如果要復興第一件事 人才我覺得必須要 還有工業學校的出路 會令到我們的教育系統減壓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 要是兩頭 要是逼到高級的專業服務 高級的專業服務 即會計 意學 建築 要是下端的低端的服務 那些真的不太好意思說 就是飲食管理 酒店 例如餐廳等 但中間那些 最容易做性格比較有些問題的 抑鬱的 不太妥的 反叛的 都可以在裏面做的 就是工業 即是生產一些東西 因為你在高級的專業 需要精密、掃理 或者知識上可靠 服從法律那些 那些是情緒控制得很厲害的 在低端那些 又是情緒控制 是被人罵的 但中間那些比較好些 放了工就不用管 入了工廠之後 還可以一邊聊天一邊工作 只要不是太差就行了 其實這件事 因為我們公司曾經都聘請過 其實聘請了很久 就是一些藥能人士 來到公司做清潔 我們聘請他們 我們跟他們討論 其實他們第一 至少不是真的這麼低 他們是marginal 有些其實是情緒有問題 但他們以前的訓練 原來他們不是做清潔 他們是在工廠做事 你給工廠做事 他們其實 我們聽到阿sir說 是好很多 他可以很專注 因為以前研究 在民政局的時候 研究那些社會企業 他們去東華三院下面的庇護工場看 他們比我更專注 因為他心無旁無 他對著那件事 不會想太多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對整體社會 除了工業復興之外 其實是對整體社會很有好處 實際上我們知道 我們自從工業轉型 工業逃空 留下很少 之後我們的社會出了很多問題 抑鬱的情況多了 因為升學的壓力 而且小時候的學生挫敗 性格出了問題 有些是自殺 有些是變紮籃 在打機 這些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中期都有這些人 但這些人 很大部分都去了工廠 所以有些是耕田 耕田更加安全 健康 去到工廠都健康 變成了我們社會出問題的事情 不是那麼多 因為我們不覺得那些情緒問題是問題 因為他都可以做到工作 可以有份工 出到糧 有自己的娛樂消費 有自己的勞動 中間產生了一些尊嚴 但我們現在社會 給不到這件事 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 就是人才 如果我們想復興 那個契機就是人才 這個要解決 但另外我覺得 其實也挺好的地方 現在的樓開始跌了 其實這個是好事 其實我們香港的樓宇供應 其實是充足的 一方面居住的其實充足 其實很多是炒了一些空置 工廠大廈也很多是閒置了 或者只是找你存貨 或者做了其他本來不應該 在工廠大廈做的行業 因為租貴所以迫了很多 所以租一便宜 或者樓房的價格便宜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調整 是的 如果你看回數字 你會發現其實這幾年 工廈的升幅 完全是不合理的 當大家以為樓市已經升到 媽媽都不認得的時候 其實這個工廈的升幅 是遠超過C樓的升幅 因為它的起步點低 是的 它起步點低 然後再加上炒概念 你一炒概念 你就放忘股 炒概念 我以前去新浦江 我記憶中的新浦江 就是長江實業公司那些 很多公司都說失業 好像還有紅A 但為何去到 有Boutique Hotel 我真的嚇倒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大 不過這件事 暫時我會看到 它繼續跌 即是所謂資爆 它爆爆一下 這件事 你就會開始看到 有些東西會萌芽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樂觀 對於重新再有人 因為你始終不能離開 那些人都會賺錢 是的 你不可能全部取綜援 政府都避不起你 是的 還有很多現在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真的比起我們上一代 我覺得是愛這個地方多些 我自己覺得 至少我認識的年輕人 是 所以他們會想辦法 他們會想辦法 有什麼可以做 如果你真的資爆 很多事情沒有大公司請你 那怎麼辦 其實就算現在看人們 做一些手作 這個多了 是的 多了很多 即使不是可以維生 但起碼是寄情 或者用自己做一件事 滿足感 是的 這件事變成 我覺得如果你的樓價跌到某個位置 然後人們開始發覺 不是 我真的可以把那件事變成 我租一個店 我現在網上賣 或者在Facebook賣 但我現在不可以 那我就試一下租一間店 或者租一個工業大廈 我試一下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生意生意 生意就是這樣回來的 你的概念是生的 你正在做一件事 其實它會把你帶去另一個地方 我覺得我們沒有這個活力 以前我們媽媽那一代我都有 現在我們那一代是沒有的 即是我們所有東西都是跟一條路 即是一條路 我讀書 然後我入大學 我入完大學之後 然後我就想想找什麼工作 那份工作 我就開始想 我什麼時候升職 什麼時候升職 什麼時候加薪 然後開始賣一層你公三十年的樓 你沒有了那個 然後簽了一個樓 一個借貸的合約 就是所謂的樓宇貸款 然後就綁住了 那你就發覺 其實整個社會沒有了活力 但是生意是能夠令到一個人 令社會有活力 我記得以前那一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那一代 都是跟人搵食 所謂跟人搵食就不是說是跟尾 是看看別人有什麼東西 剩下給他 他就自己做 全部充滿了很多隨機的東西 隔了兩年 見到一個鄉李婚 你開了廠 那真的不像 以前在地盤等著來 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 我講一下少許 可能不是很關於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以前那一代 譬如我爸爸那一代 我爸爸做過鮑魚 他做過長三師傅 他做過柱 然後有一天 有一個人叫他 你幫忙去地盤 收拾廢鐵 然後他就去做五金 即是不辣 所謂入行 你會跟了整條生產線 生產鏈 你知道哪些位是賺到錢 哪些位是可靠的生意夥伴 然後就可以入行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你說工業復興 我覺得人心的轉變都很重要 即我們能不能夠改了個心思 即我們永遠都是一條路 是這樣走的 別人設定了給你 然後你就走 我會看到契機是甚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條路是不行的 即現在開始我們所謂覺醒 連這件事都覺醒了 即是找你笨 你簽 即簽了樓契 簽了樓月貸款 然後你就一直捱被人罵 然後就一直讀文憑 然後業務一轉了 然後又讀別的東西 又跟上去 很辛苦 始終你不是自己做生意 或者是那個 你跟一個很大的商行來做 很辛苦 自己做是不同的 是 還有說一些 例如現在你說買樓 2047我也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 其實是一個炸彈來的 他可以到時被中國收回 然後抽你很重的稅 又或者在中國提早把這些地稅領匯化 變成政權賣鬼 雖然他未出這一招 所以我就覺得現在我們要改變 除了人才地方 其實人心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重要 其實一個創業的能力 或者是做一盤生意的能力 這個才是說得比較差 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最重要的能力 是 我也同意 因為其實是很難 你要照顧的東西很多 而且你要不斷地想解決方法 找路走 這個我覺得才是 如果說創業 我的經驗 或者我覺得我面對最大的困難 其實是這個 而如果工業能夠留在這裏 其實是整個產業鏈在這裏 我記得以前訪問深水埗那些廠商 或者街坊 有些是做過廠 有些是開過誠意店 然後發現深水埗的特色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誠意行 或者這麼多誠意小販 因為那些以前是工廠裏面的貨尾 或者是當工廠 由深水埗搬去荃灣 其實都是跨一個區 接著就是深水埗留下的門市 因為它近九龍 比較近商業區 荃灣、葵聰那些比較山卡 做廠、做貨倉 那門市是深水埗 如果整個產業鏈在香港的時候 即使它搬去其他工業區 整個區都在這裏 整個地方都在這裏 那這裏我們叫國家經濟 the national economy 如果那個廠一搬去大陸 其實就連門市 套列都走賣 或者連小販都沒有東西賣 因為小販沒有貨尾 沒有貨版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談 最重要是如何重新 希望復興香港工業 因為這不只是工業 或者做生意的人的事 整個香港的事 香港的事 青年的出路 我們產業的繁盛多元化 我們香港人的靈活創意 我們經常說什麼 執生、創意、搞得行的 其實那些是過去式 即是老一代 新一代 新一代 電腦會玩 玩得行 但賺錢 糟了 賺不到 沒錯 今天我們談了很多 關於香港現存的工業 工業復興 以及工業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希望在將來 即是說支爆、產業調整、地價調整 我們香港有機會復興 以及比以前做得更好 今天多謝廉慧君 多謝老師 一起做節目 拜拜 一個週末 拜託 四、二、二、二、三、二、四 三、六、四、三、六、四、四